你要買到嗎? 有夢了 不錯 欸!百月 可以看多少? 好!加百八 欸!百月!不錯喔 你知道嗎?你剛去買了之後啊 然後他說呢 哇!這個也沒有防飛帶 等一下再去買喔 等一下再去買喔 等一下那麼髒 等一下被反正 等一下 等一下離開東西 哈哈哈哈 百月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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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不要亂掉欸 你沒有什麼阿萬大啊 百月長起來了 都用這個房子 沒有我們可以後天去爬百月啊 好 反正我們後天本來就是要唱五嶺嘛對不對 我們可以順便去征服兩座百月嗎 什麼? 何歡北風跟何歡東風啊 東風 北風不可能 東風超遠 是東風還是北風 東風可能勉強 東風在松雪樓後 那就是石門山跟東風嘛對不對 我覺得可以石門山加主風啊 不知道該說是不幸 還是運氣實在太好 有一句話說 理想很豐滿 現實很骨幹 2021年底的這趟環半島旅行 前兩天在暖冬的艷陽之下 到訪九份二山的地震琴邪屋 在環繞著高麗菜園的梯田旁 看到由大山與大河切鑿出來的峽谷盛景 但是天氣卻在我們準備離開奧萬大時開始轉叉 別說要爬什麼荷歡山石門山了 鮮少在冬季肆虐的颱風 直接現身在行程的最後一天 連能不能順利回到家 可能都會是個疑問 如果撇開下雨 這個對愛騎車的人非常困擾的因子之外 不得不說雨天的清淨農場 真的也是別有一番風情 雲層在滿是水汽的環境中高低錯落 散落在山腰的雲帶 就像是原方村落生起的鳥鳥吹煙 再配上周邊的歐式城堡建築 其實也算是相當詩情畫意 最開始對於行程第三天的想像 是從清淨農場離開之後 沿著台市四線經過庫山 抵達終點屯園 遙望這條未能成功達成橫貫夢想的公路 再回到庫山 經有頭85線香道 穿過已經證明為德陸古村的靜觀部落 從翠峰岔回台十四甲線上 再翻過台灣公路最高點的屋嶺 由山脈的另外一頭回到台北 歷經前兩天都有走到 未完全鋪裝道路的冒險 最後一天用合作產業道路來當作收尾 似乎是讓這趟行程更加圓滿的收尾 走啊靜觀啊 好啊 我OK 你先去 我OK啊 我在太魯哥等你 你們這樣廢物 我在冬奧隧道等 冬奧隧道 我在那個壁車 可以啊壁車啊 還可以跳舞 跳一次加900塊 你夜店可以嗎 夜店就場沒有那麼久了 他就叫去那邊看 你為什麼要在那邊跳舞 是嗎 你為什麼要在那邊跳舞 超便宜的 900塊 對啊 你還可以去那邊拍抖音車 你沒有嗎 對啊 還要直接有一個人跳 然後你拍抖音之後 然後你的流浪費都做不值9百塊 你不是應該在車道裡面打滾嗎 哈哈哈哈 致敬我們的阿倫 滾起來 不過天不從人願 太平洋中央在12月中旬 居然生成了颱風雷衣 並且陸續增強成陣風 超過17級的強烈颱風 雖然生成之後 直接往西橫過菲律賓群島 但是在抵達南海之後 居然來了個回馬槍 往東北方向的香港 澳門直撲過去 使得台灣進到外圍環流的影響範圍 讓傳統上比較乾燥的中部地區 在這個世界也降下不小的雨勢 我們住的在新花園 幾乎是清淨農場最下層的地方 往屋嶺方向前進 會穿過整個清淨農場的範圍 現在對於這個高山農場的印象 大概都是國共內戰結束後 為了安置大批來台的軍卷 興建中橫公路的同時 開發這個在群山之間的農場 不過在更早爆發的物色事件之後 當時的日本殖民政府 為了管理統治原住民 就已經在這邊設立農場 而名字跟我們經過的這時剛好相反 叫做建勤農場 這名字在中橫公路通車之後 仍然持續使用 一直到1967年蔣經國前來視察時 才以清新空氣任軍取 禁地優雅是先居的緣故 改稱為清淨農場 原本以為能夠自給自足的農場 反而因為持續的虧損 開始把公有地變賣給私人 之後政府自行興建賓館 秀到商機的居民也跟著轉型做旅遊業 原本人口稀少的先居 開始湧進大批的觀光人潮 所謂的清淨農場 不曉得現在還能不能對上它清淨的名號 台14甲線行過翠風 這是到武嶺之前最後一個派出所的所在地 也是前兩天 我們要確認夜間沒有結冰封路的詢問對象 雖然路上沒有結冰是件值得慶幸的事情 不過冰塊的另外一個物理型態 水 好像也不是騎車出遊時 會想要一直出現在路面上的元素 翠風在日本時代的地名叫做追芬 所謂的追芬 在日語裡面代表的是道路上的分岔點 而在翠風這邊也有兩條岔路 往左可以經過磁風 接上惡名昭彰的例行產業道路 而往右側 則是原定要走的合作產業道路 過了翠風之後道路縮減 就連標示著車型方向的雙黃線也都消失 接著經過暗空公園所在的淵風 隨著海拔爬升 可以遮擋部分雨室的樹叢消退 被高山草原給取代掉 這是洞傷吧 欸超紅欸 這是洞傷吧 沒有我要先用我的排氣管幫手加熱一下 哇 欸這幹真的是颱風欸 真的是颱風 這是颱風 快點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 快點 小心點想爆雪人會撞到喔 小心點想到風很強喔 五嶺 標高五七二三公斧 中橫公路的開闢 歷經日本及國民兩個政權 沿線的地名更替 印證著政權之間的轉移 日本時代的左九尖左馬太任職台灣總督時 推动五年礼藩计划 为了纪念这个亲自率军 到前线和欢山战区指挥的总督 礼藩道路上的最高点 便被命名为佐久坚卡 国民政府来台后 先是以安部坐落在和欢祖风南侧为由 而将名字更改为南岭 后来又以蒋介石的故乡浙江凤化 更名为武林 结果为了避免跟综合宜兰支线上的武林农场混淆 把林字改成岭 武林两个字似乎也形容了 他在群山之巅 威武雄壮的气势 台十四甲县的终点大与岭 也有着一段相似的历史 位处前往黎山 布设太鲁阁各条道路的交汇点 原本被称为扁和欢崖口 后来为了感念 综合公路徒手开辟的辛劳 攻城环境的克难 缩处地势的闲耀 以大雨至水十三年期间 过家门而不入的典故 将地名更改为大雨林 除了有全台公路最高点外 最高的加油站也在这条路线上 标高2374公尺的官员加油站 应该是往来综合的用路人都会知道的著名景点 有名的不是贩卖的汽油 而是飘香的肉粽 拿不到拿不到拿不到 拿不到你会别人吃 然后我没有钱一样 谢谢 好几年前跟朋友双载骑车 从宜兰方向上到武岭后 还因为当时和欢山上 找不到东西可以果腹 正准备饿着肚子下到花莲时 无意间停靠了官员 一颗温热的肉粽下腹 时隔多年再次从武岭下山 官员再次成为一阵饥寒当中的温暖避风港 终于找到屋檐能够暂时逃脱 把身体整个淋湿的大鱼的魔掌 坐在加油站外面 放手机 然后时不时跟路人 乞讨一个肉粽可以吃 乞讨肉粽 啊 我的香菇 哈哈哈哈 妈妈 妈妈 蛤 掉在哪 没有啊 欸 还真的掉哦 笑死 官员则是站后 中恒公路开辟史上 少数没有被更改的地名之一 相传此地曾经是托洛克 与泰鲁格两支部落争夺列区的战场 往后日本时代的五年里翻计划中 也以这边作为往东进攻泰鲁格的第一站 佐久兼佐马太总督 便把象征日本战国时代终止的官员之战 作为这个台湾历史上东西交汇点的新地名 或许是刚好到了叶片 急着想要脱离枝干的时节 再加上车型数量本来就少 除了要面对湿透的路面 中恒东段的落叶数量 也是三天下来最多的 提心吊胆的骑过这些泛黄的叶片 生怕一不小心就要跟路旁黄色的护栏 来个密切的接触 点缀中恒公路以沿线色彩的 还有早期新箭石 直接以燕红色泽涂上的钢梁桥 人家都说遇到生死交官的瞬间 闪过眼前的会是人生的跑马灯 不过龙头大力甩动的那一刻 心里想的只有车子摔掉 又要花上多少钱这件事 跑马灯的画面没有出来 可能也就代表小命不该葬送在这里吧 听到路边定声一响 才意识到刚才压到的应该是超大块的碎石 前面路途已经闪过很多 结果没想到在抵达天翔 结束山路路段之前没能安全下桩 稍微检查一下轮胎 还好没有任何的破损 轮框也都完好没有变形 我不知道是不是压到石头 蛤 蛤 不是吧 不是不然你有一堆石头啊 刚刚震超大一下 干嘛差点摔车诶 我刚刚差点摔车诶 我刚刚差点摔车诶 是哦 我刚刚差点摔车 没事吧 没有我刚刚在看轮框有没有爆掉 轮框没爆应该没事 对啊 你为什么说什么都没打 好痛 经过天翔之后 就正式进到泰鲁阁峡谷的范围 小时候对于泰鲁阁的印象 多半是来自汉森小百科里面 对于中横公路的开辟 以及长春池、燕子口、九曲洞 这些景点的描绘 等到年纪比较大一点 终于亲身造访泰鲁阁时 早就已经开辟了大量的隧道 那些有人力挖着的山壁及洞穴 很多路段都被改线避开 跟团旅行也因为安全及时间上的因素 最为鬼斧神功的场面 直到今天都还是只能从照片遥想 不过这些措施也都不是没有他的道理 毕竟谁又能想象得到 几公里之前才压到路上的碎石 结果进到泰鲁阁峡谷 又有碎石直接砸在车子前方 临了将近一整天的雨 终于在离开泰鲁阁之后看到久违的 没有太阳 但是算是有阳光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即使是在这么恶劣的天气 我们还是要翻过中央山脉前来花莲 毕竟台风是从西南角过来 那么东部理论上就有比较高的几率 会有好一点的天气 花莲天气好好 你觉得要脱雨衣吗 应该脱了吧 应该脱了吧 手上湿的脱了 我也是湿的啊 我连靴子都是湿的 袜子也是湿的 褲子也是湿的 天气真好 嗯 子盼觉得我们刚才在屋里 不知道要凌三小 对啊 有空在凌三小 降一整超大声 降一整超大声 超大声 我不知道耶 他是碎掉的还是 碎 我觉得应该没有很大颗 没有很大颗 但是那个声音我就不敢 他小孩 就是干啥 你知道我刚才还以为他想说 哇现在天气好好 不然我们就去那个泰鲁阁 那边休息一下 那观光 对啊 然后结果 干他就一颗东西掉下来 算了不要 我还在走 完全掉已经变强了 惊醒了 干你我恐怖 超恐怖的 我之前刚下完淡雨的态度 对 我还想一想算了还是不要好了 要看再留个等今天再说 我们走在跟台八线及台九线平行的花寺县香道 直接绕到新城市区的后方 时间是下午三点半 嘉兴冰果店是我们启程回台北之前的最后一个停靠点 要看再来 我看再来 你是不是 到底在台队 想要什么吗 你要帮帮兵 对不对 蛤 你要帮帮兵 对不对 你要 你要飞吗 还是各自点就好 各自点吧 那我要两杯 两杯 然后 然后 帮帮兵 几只 一只 一三五 有展示吗 可以 不是 可是这个没有剪达 我怎么吃 要用转的 要转上面 转这个 转这边 对不对 要用转 你要一直转 一直转 对 对 一直转 一直转 转爆 把他转爆 跟你老二一样 把他转爆 听到都软掉了 台湾面积不大 但是地势起伏 拥有功夫 且多样的环境 往西边 回望我们 稍早离开的郡岭 维俄的中央山脉 还有一大截 隐身在云层当中 世界上 真的找不太到什么地方 可以在短短三个小时的时间 就从三千多公尺的高山 直接下切到海边 当然除了 本身就有的地理优势之外 也要感谢过去 辛勤开路 两路的这些前辈 我们才能够有 这么便捷的交通路网 可以使用 更加快速地 抵达台湾各个角落 在去年九月底 苏花改正式归还通勤路权 给皇后派机车之后 这是第一次 能够走完全断的苏花改 2009年 因为一场台风 而催生出来的 这条安全回家的路 此时此刻 也让我们在另外一场台风 欣喜时 能够不再担忧 贪方落实的恐惧 能够有一条 安稳平顺的路 可以回家 一条道路完成之后 要不要选择使用它 应该是属于民众的权利 也该让人民自行学习 判断风险的能力 确实在路程上 有时候为了特别的目的 我们会选择舍尽求远 而有可能因此得到特别的收获 但是那并不代表 我们总是喜欢 跑起较为直接的路线 特别是当它的替代品 可能相比起来 完全不具有时间上的效益 又非常的弯绕 本身也有相当程度的 安全性问题的时候 历经中横公路的碎石惊吓 最后一段路 能够走在相对安全的 梳花改上 堪称是这趟旅程 最幸福的收尾 原本以为 在岁末的这个时节 两天之前 可能还可以顺便 第一次合法的 骑车进入八卦山隧道 不过这个期待 终究是在高工局的阻挠之下 没能顺利达成 同样是出门旅行 骑车可能比较容易到一些荒野绝境 但路途上相较汽车 可能也会受到比较多的罪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真的把车子 骑进八卦山隧道呢 我们是赴姓庄 回彰化 今天 呃 今天是 昨天冬至 回彰化老家拜拜 在花莲要去花莲 可以咩 今天才下雨啊 昨天没下雨 对啊 昨天 而且他一直没有一步都蛮好的 骑上去 要去花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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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回家了 要去花莲 要去花莲 那要去花莲 那个 一天就完了 对啊 不好 那要去花莲 以前没有去花莲 真的要去花莲 要去花莲 要去花莲 好 好 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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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亮